我先demo一下 反正就是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Column跟Row 再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叫做刮鬍VVA好了 然後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按下這個就清除 然後再按下這個按鈕是什麼 就是99成8表 OK 感覺 好像 比較 不一樣 如果你工作上面的話 以後你的工作就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 東西通通都出來了 OK你會讓人家覺得 讚嘆 對 好厲害喔 什麼事情都 如果我是老闆太好了 終於請到一個非常優秀的員工 所有事情通通可以很快的搞定了 這個公司的 績效應力會非常的好 OK 所以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其實都會用到資料 不然你 買賣東西 所有東西都見檔資料 老闆你幫我查一下 最近我們哪個銷售量最好 這個月裡面 老闆 下班錢給我就好 下班錢 你怎麼還在 還沒做出來 你做到哪裡了 我才 正要整理工作 整理資料而已 對不對 老闆會覺得 我自己來好了 算了 你還是先下班 是不是 OK 不過這種老闆算是有佛心的 不然有些老闆脾氣就上來了 對不對 到底 是不是 你們到底學校有沒有教 對不對 OK 好啦 反正 盡量的話 那個情境盡量是好的 比較好 反正就是 做事情 效率 當然 再來你工作上會很愉快 OK 人家覺得 哇你這是什麼都可以 效率又這麼好 請到你真的是撿到飽了 對 多好 是不是 OK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男生也是 男生如果會的話 你要幫 幫你女朋友 做功課的話 馬上就幫你變出來了 多好 好 那這裡的話怎麼做 來看一下 這個我想我們應該都有學過了 只是說大家應該都忘得差不多了吧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1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成VBA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把什麼 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預設是沒有的 那把它叫出來的 部分應該還記得吧 上面有個箭頭 制定工 其他命令裡面的制定功能 把開發人員打勾 那再來的話怎麼撰寫 接下來的話切到VBASC 把這個程式寫上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寫喔 大概demo一下 固定的SOP 首先的話第1個呢 我先把這個先清掉了 其實重寫一遍 程式不多 你會發現總共就這麼幾行 兩個迴圈加一行程式 那把它移掉 如果你們 待會我會把這個照相 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自己再參考 打開VBASC之後 然後呢我習慣移到旁邊 那第1步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只要記得按右鍵插入模組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程式寫在模組啦 反正不管怎麼樣 第1步呢 一定要記得 有些同學亂寫 寫在不對的地方 那當然程式執行就有問題 插入模組 那首先的話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要 99層馬表 一個要清除 那我怎麼寫呢 記得喔 開頭就打一個SOP SOP就是按鈕 如果你要說按鈕的話 記得SOP 空一格 把那個99層馬表名稱打上去 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樣就 有個頭有個尾了 第2步的話呢 就寫兩個迴圈加一個敘述 那程式寫完 那怎麼寫 字如果太小的話 記得工具裡面的選項 把它撰寫風格把它改成 14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從哪一列 到哪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習慣上 我們就打一個FOR FOR回圈的話 FOR I的話指的是列 列是哪一列呢 我要輸出的是 從 這一個 第4列 所以等於 4 到 第幾列呢 第12列嘛 這個要輸出的儲存格 空白的部分 4到12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再來的話哪一欄呢 FOR 欄的話用追 FOR追等於第2欄 到第幾欄呢 第10欄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怎麼知道第10欄 其實你算就知道了 反正這個地方 當然它這個是追啦 不過特別注意喔 那個回圈一定要用數字 不能用那個什麼 For B 到 追 這沒有啦 它一定要是數字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在一個TAB 裡面的話就打輸出的那個儲存 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第i的儲存格 到 第追的儲存格 那這個意思就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這邊的這個範圍 其實因為我們 i跟追都是會變化 所以其實就指這整個全部喔 那這個全部的話它會變動嘛 它會先第4列 所以i先4號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2到10 所以它會先輸出這一個 再輸出這一個 一直類推 把這個做完之後再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把資料放給它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規則 有點像剛剛column跟roll 等於什麼 等於 先 燃 有沒有 先column 所以column的話指的是追 所以我們就是把追 那追從2開始 那它要從1開始 減1嘛 有沒有剛剛不是column減1 一樣嘛 然後後面的話空一格and 那因為VBA and符號 前後要空白 這個不太一樣 其他地方都一樣 然後呢 再來什麼 乘上 所以乘那個符號 等於乘 用x好了 加一個x and什麼呢 再來乘上 乘上列 有沒有剛剛是roll-3 對不對 這邊改成什麼 i i-3就好 因為i是從4開始 它要從1開始 其實概念很蠻像的 看得懂嗎 如果看不懂沒關係 你把這公式 我把它放在這上面給各位參照 其實 概念有點類似 只是說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前面加個單引號 單引號表示是註解 有沒有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把那個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概念 轉換一下而已 有沒有這個有點像 Colon有點像是追啦 追-1 乘上 有沒有然後roll的話就是i 就列 -3 然後後面其實都一樣 and 什麼等於 有沒有 然後and 兩個相乘 那兩個相乘 一樣要刮乎 所以是追-1 然後先把它刮乎起來 有沒有 乘上 然後 刮乎 i 減掉 3 後刮乎 那你會發現其實有點替換 把column 改成 追比較好 把roll改成 i比較好 概念其實一模一樣 OK 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其實也會是一樣 所以輸出結果 這邊把它跑一下 結果就OK了 得到的結果 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只是差別就是說這個是用兩個回圈所寫出來的 那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很簡單你就把這個 sub到sub 複製一下 複製到底下 把這個sub後面的名稱改成清除 改個清除兩個字 然後再來的話 只要把 這個sales i追這個後面 把它改成沒有字 沒有字 就雙引號兩個 這樣就清除了 OK 然後這個也可以拿掉了 這個字等於是註解 OK 這樣的話呢 把它執行過 就清除掉 OK 那最後的話把這兩個sub 再利用插入什麼呢 插入那個按鈕的部分 拖拉兩個 然後指這兩個就OK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看到的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 這個大概就是 其實還可以做什麼 如果我今天用 想要用VBA 做出剛剛的效果 斜邊 然後這邊斜邊也可以的話 這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